又出现不孝的盗墓小偷 这一回不但墓园遭破坏 连骨灰坛里头的遗骨也不见了 让这个民众气到大骂 实在太可恶了 墓地前的空地全都布满碎石头 往上一看 不但墓碑整个被打掉 就连墙壁也遭到破坏 一旁写着请勿破坏的公告牌 更是直接被打歪 打到那王小姐吧 他的骨头骨头没去 两个没去 盗墓的小偷实在很可恶 偷走陪葬珠宝不打紧 就连骨灰坛里的衣骨也不硬而飞 让家属又生气又难过 不过巧的是 往生者前几天还连续托梦 前天晚上我妈妈给他偷梦了 就他全身光溜溜 然后躺在那边很可怜这样子 那我想说奇怪 我怎么会做这个梦 越想越毛 王姓夫人连续好几天都梦到 往生的阿嬷 越想越不对劲 和丈夫跑到墓园来看 意外发现墓碑竟然整个被破坏掉 你看 骨头都不见了 就要被哪 王姓夫人十多年前花了三十几万 和一名仲介商买地盖墓园 没有想到却被县府公告 这是非法墓地 要求拆迁 现在又招人破坏 凶手到底是谁 让家属很怀疑 会不会是和强制拆迁有关系 中天新闻 廖威领王嘉玲 花莲采访报道